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傳將推出適用第五代行動通訊網路的iPhone 尤其首播最關鍵的零組件已經敲定 媒體報導 臺灣印刷電路版 相關材料業者成功搶下首批訂單 成為5G iPhone關鍵零組件廠商 臺灣業者臺光店真頂臺駿 卻憑中選 相關的PCB 譬如說軟硬板 或是說相關的這個天線材料的 這個公司來看 譬如說像臺駿 譬如說像真頂 甚至說像富橋整個來看的話 應該都是有機會在後續 這個5G卡位的一個商機 手機越做越輕薄 軟板 類載板重要性不同以往 還得兼顧5G散熱耐熱要求 電路也更加複雜 外資圈看好 臺光店俠帶全球手機 五乳素基板龍頭地位 有望打入供應鏈 此外 真頂針對5G應用 早已經進行佈局 而臺駿全球軟板施佔6% 也攜手材料商 做好準備 另外鏡頭廠大力光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機殼組裝業者的可乘合碩 技術升級之後 預料也不缺席未來的5G iPhone MWC大會上各家強端5G手機 雖然蘋果沒有在先發名單當中 不過貼近使用者需求才是關鍵 蘋果公司日前也宣告將更著重軟體服務 就看能否端出殺手機應用 刺激蘋果用戶換機潮 也將是台場一大機會 新打地市高階人 沈偉童 臺灣台北報導 好 再一看到資色會MIC 觀察今年NWC展會 提出10項影響科技 與未來生活的新趨勢 包括5G 智慧手機 汽車 人工智慧跟工業4.0 尤其針對外界瞩目的折疊手機 專家說 臺灣不會缺席 更可能扮演推動普及化的關鍵藥膠 攤開來是平板折起來輕鬆放入口袋 基層結構搭配柔性面板催生折疊手機 不過售價高不可攀 一大原因就在關鍵零組件 真的太稀缺 未來要想普及 可要靠臺灣ICT供應鏈 摺疊柔性面板的價格還沒辦法 那當然在整個技術上面 事實上其實如果一旦成熟的話 臺灣在這個部分絕對不會缺席了 它有很多在貌錶裡面 有非常多的關鍵零組件 而這些零組件在整個 整體的產品的下降的話 其實台展會扮演關鍵的角色 這部型手機多鏡頭進展迅速 Nokia一口氣推出五鏡頭設計 兼顧景深高動態 還有業者推出潛望式長焦鏡頭 可是現在攝影機一般滑順十倍變焦 都成為未來主流趨勢 所以中端的話 其實是陸續有5G的手機會出來 不過主要是在中低頻段 那雙用化的話 那當然是在比如說美國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會比較快 那2021年會更成熟 像比如說以臺灣來講的話 也可能要等到2021年的時候 會比較有商用的可能性 製作會MIC表示 今年年底將有20個國家 推出5G商用網路 帶動中端市場掀起戰火 2019年中頻段的5G手機 就會開始鋪貨 預估將達到372萬台 2021年整體5G出貨量 尚看1.2億支 這些機會 也就是我們翻轉過去 以硬體為主的這樣子的一個 營運模式 可以朝所謂的軟體跟服務的方向來邁進 尤其政府現在在推這個新南向 其實我們有機會能把各種的 不管是智慧製造啦 甚至在醫療上面的應用呢 擴大呢 出輸到這些國家 製作會MIC觀察 2019年MWC提出十大趨勢 尤其5G AI真的走入商用化 生活化都將促使產業改變 台灣如何把握卡位時機 強化ICT優勢成為系統 整個藥角將是一大課題 好 談到5G產業 除了智慧型手機之外呢 再來就是智慧醫療領域 但您看到國內電信業者 跨足新領域 透過網路平台 結合資安領域優勢 攜手醫療業者 正式推出健康雲服務 搶先卡位智慧醫療商機 5G即將到來 生理數據透過裝置 及時傳送加以分析 智慧醫療市場規模之大 連美國高盛集團 都以專題特別介紹 AT&T Verizon 更是把智慧醫療 當作5G主要願景 台灣電信業者不落人後 跨足新領域 宣布推出健康雲平台 簡單幾個步驟 血壓 血氧 脈搏等數據 透過聯網保密上傳源端 不到幾秒 行動裝置 電腦網頁 MOD即時顯示量測結果 民眾不只能夠自主管理 當數值有大變化時 衛教人員還會提供諮詢服務 一般人測量之後 他只要一按鍵 他的這個資料 就存入這個雲端 也可以根據這些資料來評斷 他的健康狀況 那其他相關的一些應用服務 我們都會陸陸續續的推出 電信業者結盟國內五家醫療院所 透過創新應用 希望成為醫療產業升級加速器 衛福部長陳時中指出 台灣老年人口超過百分之四 長照需求日益攀升 產業跨領域合作更加重要 那怎麼透過這樣的一個商業的用途 從供資料轉換成私資料 變成是一個授權的結構 進而讓這些資料 可以做更有效的運用 市場機構統計智慧醫療商機排名第二 僅次工業物聯網 二零二一年整體產值達到七百二十億美元 電信業拋磚引玉 也卡位未來5G上路後 龐大的智慧醫療商機 請啟動 新打電視胡宗翰 沈偉彤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人工智慧5G跟折疊機 都是今年全球看好的發展趨勢 聯華電子榮譽副董事長薛明智 也提出了觀察 他說在手機之後呢 下個世代最重要的產品 就是電動車 台灣因為機車市場大 在發展上佔有優勢 薛明智指出 二零三年年是一個黃金交叉 如果台灣還沒有準備好 進入電動車產業 那就會太遲了 他除了是一個 把你這個人移動 再動的一個工具之外 他是行動基地站 聯華電子榮譽副董事長薛明智 提出對電動車的看法 他認為在智慧型手機之後 最重要的產業是電動車 這個法規裡頭慢慢都逐漸的 全世界各國都規定了 二零三五或二零四零年 燃料車通通都不能上路了 那這次是不是都是電動車 所有的AI的科技 這個無人駕駛的科技 通訊的科技娛樂的科技 全部通通都上在裡面 上個月薛明智曾在記者會上表示 台灣過去在4G和低潤都失去先機 不希望電動車再失去先機 二零三零年是一個黃金交叉 如果台灣還沒有把自己準備好 進入電動車產業 就會太晚 從數據來看 2017年全球新掛牌電動車達三百萬輛 2025年將突破兩千五百萬輛 預估每四輛就有一輛是電動車 第一個我認為就是電池是一定要自己做 台灣的這個電動車的市場 一定要自己製造 因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這個規模的話 你不需要全部去依賴進來 那這個是國人的廠商自己演變的 還是跟國外合資進到這一部分的 我想這個是會看進一步的發展 許多國家已宣布禁售燃油車 歐洲挪威荷蘭定在2025年 德國定在2030年 台灣也將在2035年禁售燃油機車 雖然距離現在還有16年 台灣為了搶奪先機 也意味著電動車發展腳步 刻步容緩 新桃林亞太電視王冠玲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 財經趨勢短波 全球半導體龍頭寶座可能溢注 燃料機構IC INSYS預期 三星今年營收恐怕將衰退近兩成 將被英特爾超越 鬧出半導體龍頭寶座落距第二 美國高通副總裁本週表示 預期轉換5G的速度 將比轉換4G快速 高通深耕台灣 會用最快速度把5G高速公路蓋好 協助台灣廠商發展5G 特斯拉宣布大幅降價後 再拋出將陸續關閉實體店面 專為網路銷售 引發市場震撼 車主欺詐 投資人嚇壞 三個交易日市值蒸發 近新台幣2300億元 道市相關供應廠商 期待特斯拉將市場做大 臉書政策出現大轉彎 未來臉書將不再鼓勵 聯誘公開貼文 反而將專注讓聯誘 與自己認識的人 進行私下加密聯繫 改壓注在完全相反的事業上 也是 新唐人也來電視 整理報導 歡迎回來 帶您看到 全球第三大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本週在南港展覽館二館 舉行開幕典禮 共有1230家廠商 7000個攤位參展規模創下 歷史新高 各家大廠呼應今年工業4.0 智慧製造主題 端出多款最新設備跟技術 以由廠商展示了5G未來工廠計畫 預計明年2月就會亮相 全球第三大的台北國際工具機展登場 今年加上南港展覽館二館正式啟用 規模創歷年新高 廠商卯足全力 端出最新趨勢 端出身旁的這一台是台灣第一套自製研發的 焊接機器人手臂 那如果以這個零組件來說的話 它有16個的焊接點 如果以人力來計算的話 兩個人5天只能做50個 那如果是透過這台設備的話呢 它一天就能完成 機器人結合那個焊接機 這是台灣第一次可以完全國產化 節省能力來講 至少可以節省到一半以上 高速加工機跟放電加工 就變成一個hybrid的複合加工機 那這過想是 算是我們台灣氣候是第一個想出來的 在全球是首創 以前是要換機台 那現在就不用換 因應未來電動汽機車大型模具需求 台灣放電加工機廠慶紅研發 然同時進行險銷與放電加工的 複合加工機 提高產品精度 節省換機台的時間 為了讓工具機更聰明應用 全球第三大工具機集團有加參與 台歐5G未來工廠合作計畫 打造全台第一座5G無人化生產線 預計明年2月在新竹亮相 工廠的效率可以提升30% 人工可以節省35% 成本可以節省30% 錯誤率可以減少25% 這是一個未來的整個工廠的氣勢 台灣機械業連續兩年年產值破照 更較前年成長9.5% 面對今年景氣表現 前景看好 整體來看第二季會好 比第一季好 那第三季又會比第二季好 所以下半年肯定會比上半年好 台灣機械工會更喊出 2025年要達到2兆元的目標 要在智慧製造和工業4.0發展的推升下 穩固兆元產業地位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好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吸引全球一千兩百三十家國內外廠商參展 躍身全球第三大工具機專業展 呼應今年工業4.0與智慧製造的主軸 台灣工具機大廠東台跟機車廠光陽合作 正式發表了關鍵零組件智慧生產線方案 高階五軸加工機還搭配機械手臂 執行物料夾取動作 另外還有無人搬運車協助運送 工作人員只需遠端遙控 就能操作整個流程 工具機大廠斜紅在展覽現場示範 無人化生產 另外還推出人臉辨識功能 會自動切換人員的使用權限 避免機密外洩 提升廠房安全 一部機器你能夠表現出來的精度也好 說它裡面的這個加工效力也好 大概已經慢慢到達極限了 增加一些自動化功能 讓它能夠又效力又大幅度的提升 那所以我想這個等於整體的這個 附加價值都會跟著跟著提升 臥室加工機它有離軸的旋轉工作台 那這個旋轉工作台可以去取代說 以前我可能在立架上 可以只做單一製程的一個方式 我可能在上面可以做全部的製程 東台展出最新研發的設備 也向外界展示智慧生產線系統 可以發展多樣工件 彈性製造的生產系統 設備全數聯網即時監控產線 透過大數據持續優化製程 工具機大廠東台與機車廠光陽合作 正式發表關鍵零組件智慧生產線方案 系統的整合 才是未來的一個整個使用者需求 整個台灣我們也是要往單機的智能化 整線還有整線的自動化智能化 汽車航太的 只要工具機現在在加工的這些零組件 它都是可以有這種所謂的智慧製造的需求 工業聯網智慧生產都成為展覽亮點 藉由強化生產效率更能有效提升國際競爭力 台灣工具機產業有七成以上出口 歷屆展覽都吸引超過五萬多名買主採購 是機械產業指標 今年展覽共有一千一百家廠商 七千多個攤位展出 主辦單位更預期 今年訂單上看二十億美元 新唐人亞海電視高建倫張元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字幕提供大賣 今宜是未決於 時尽快 任務 就是 我們 再来带您关心 国际资安公司公布最新网路安全威胁报告 发现全球网站中有将近十分之一 已经成为恶意网站 尤其网页表单内容劫持 成为罪犯谋取暴力的途径 对企业以及民众都造成重大的威胁 在网路上开新购物表单中 信用卡卡号一输入 却没想到已经被有心人士恶意截取 有越来越多网路犯罪 被透过网页表单内容劫持 谋取暴力 网路表单内容劫持就像是ATM被安装侧录器 恶意城市码植入网站 从而窃取支付资讯 包括姓名 地址 卡号 知名案例 英国航空公司更因为信用卡资讯 泄露38万条数据 损失难以估计 资安公司发布2019年网路安全威胁报告 去年网路攻击增加百分之五十六 加密劫持增加四倍 企业勒索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网路犯罪从锁定个人转向瞄准企业的云端伺服器 路由器 花样更加 防不胜防 现在的攻击模式里面已经慢慢慢慢可能会从端点的部分开始往这些所谓的伺服器上面去走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它透过一台机器的入侵 其实它等于什么 可以入侵可能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消费者的这些所谓信用卡资料 不止民众要提高警觉 资安风险已经成了企业政府单位不得不面对的棘手课题 新打电视 林家伟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 好 国际监睁对中共资安窃密屡屡提出警告 有专家点出 中国大陆内部确实每天正在上演大规模隐私窃密 以及资讯监控PTT创办人都已经也警告 尽量不要使用中国大陆的app 网路服务以及设备 所以变成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所有智慧手机里面已经变成什么 很多人开始讲 手机已经变成什么 最大的整个监控设备了 因为他可以监控设备 你今天去哪里 你做什么 你这一条路走的几遍 你都是不是都在这个圈圈里面走了 手机竟然成为最可怕的监控设备 不是危言耸听 自然公司网路安全报告点名 89%的安卓手机app取得的权限 将近一半得以跟踪位置 46%可以看摄影机资讯 25%有录音权限 10%和15%能够读取手机通话记录 以及简讯内容 相对iOS手机风险则是较低 电影中駭客窃密场景可能只是剧情需要 不过PTT创办人杜一锦在脸书警告 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隐私窃取 他以荷兰安全研究员盖福斯的发现指出 中共监控系统搜集来自QQ 微信YY等手机app 所有手机对话内容都全部自动送到警阵监控系统 不需要真的使用者同意 对警甚至向记者强调 尽量不要使用中国大陆的app 网路服务以及设备 自然专家把类似情况视为大规模隐私威胁 这些攻击其实在我们内部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看得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骇客组织已经在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收集请职 收集这些资讯 甚至窃取这些资料 然后去做提供给特定的单位 去做这些使用 自然威胁报告数据显示 国际间骇客组织平均对55个目标下手 有针对性攻击盗窃商业机密 2018年骇客集团数量整整增加了25% 外界认为其中会有来自组织性国家网军攻击 台湾NCC六号正式通过 除了4G业者之外 广播电视以及二类电信业者 关键的基础设施 也将不能使用录制设备 配合国家安全考量 新打电视林家卫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欢迎回来 自从智慧型手机导入 指纹辨识技术之后 带动全球掀起了生物辨识技术热潮 目前台湾就有三家厂商 共同开发出了 玻璃电容式指纹辨识器 瞄准拥有12亿人口的印度市场 要来开发新商机 印度行动支付市场飞速成长 指纹辨识机的需求十分可观 台湾三家厂商 群创 素波斯 以及新有瞄准印度市场 强强结盟 共同打造玻璃电容式指纹辨识器 这个产品是 和符合国际系统标准规格的 一个指纹机 它在全世界 插上去就可以使用 有比于一般以细晶圆 作为载体的指纹辨识 群创将感测器 做在TFT玻璃机板上 再结合素波斯的围绕共振技术 透过新有的云端安全机制平台 共同推升这款玻璃电容式 指纹辨识器 相比传统的晶片指纹 不仅辨识的面积更大 更轻薄 成本相对低 产能也增加 影像品质再提升 它的机板面积比Waver大14倍 所以一次做完的话 它的产能大概就是差不多10倍以上 用玻璃加上软性机板的制程 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再加上不同的设计 那这个指纹辨识器可以做到软性机板上 所以它是Flexible的 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厂商 包括帮我们加工组装测试制造生产 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方面也是希望说 这样的供应链比较单纯 在品质方面 我们也都比较有信赖度会比较高一点 指纹辨识机新品 已经在去年底送药 目前正在进行美国认证 预计在今年第三季量产 2020年在印度上市 期盼能够拿下三分之一的市占率 未来也将进军中国跟美国市场 新唐亚特电视 红专照通许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3月11号 观光产业区块链智慧应用论坛 3月12号 台大电第四季把说 3月13号 Google有新品赏车会 3月14号 特斯拉Model Y发表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